大家好,欢迎来到觉知奇门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如何利用吸引力法则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会聊到潜意识的重塑 积极语言的力量以及自我觉知的重要性 此外,我们还将分享一些实用的风水技巧 帮助您在居住和工作环境中创造更积极的氛围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 吸引力法则这个概念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了解过 然而,真正能够透彻理解其深层含义 并在日常生活中灵活应用这一法则的人却少之又少 如果你现在对吸引力法则的认知 仍停留在每天对宇宙下订单 以及只需不断想着你想要的事物 就能心想事成的层面 那么我不得不说,你的理解有些天真 这种观点或许源自于听过太多成功学的课程 然而,这种对吸引力法则的误解 最终不仅无法助你实现世俗的成功 反而会让你与当下的真实世界脱节 使你沉浸在虚幻的幻想中痛苦不已 接下来,让我们透彻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吸引力法则 以及如何正确地运用它 首先,吸引力法则确实指出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念及言行 重新设定潜意识 进而改变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不过,如果忽略了特定的前提和重要条件 仅仅强调这一点 就容易沦为那些成功学大师乐于传播的表面内容 这种简单粗暴的路径 恰好迎合了人性中的贪婪与渴望获取 不劳而获的心理 因此,歪曲的解读 通常会吸引到大量的信徒和追随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理解吸引力法则呢? 首先,我们需要从量子物理的角度入手 不知大家是否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我们暂且不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但从目前的科学探索来看 量子力学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 而量子力学与佛学之间 实际上也存在许多交汇点 从量子力学的视角来看 世间万物都是由在特定频率下 震动和传播的能量波构成的 最基础的波动形式即为正弦波 正弦波能够代表单一的信息 根据现有的量子物理研究 构成正弦波最基本的成分 是我们称之为夸克的微观粒子 夸克被认为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 之所以称之为假设 是因为科学探索并未止步于此 由于科技的限制 我们尚未能够进一步探索 更深层次的构成 而实际上 夸克还可以继续分解 甚至能够无限分下去 因此 最终无法被进一步分解的物质 我们只能笼统地称之为力 这与佛教所论基的空性概念之间的关系 不言而喻 若在潜意识中 充满了某种特定频率的振动模式 比如 焦虑这种负面能量波的振动频率为30千和 而逾越这种正面能量波的频率 则可能为100千和 在这种特定的振动模式下 我们会自动产生与之相应的念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起心动念 当我们执着于某一念头时 便会产生能量波的叠加 在量子物理中 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纠缠 而在光学领域则被称作干涉 这种自动的起心动念机制 就是佛家所讲的业力 一旦发生了这种干涉与量子纠缠 就意味着具备了成像的可能性 而这些能够形成的现象 就是佛教所说的色 在量子物理中 尚未发生干涉与量子纠缠 尚未形成的能量波则 被称为空 一旦成像 这就被称为缘起 而像一旦消失 便称为缘灭 因此 佛教说的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在某种意义上 量子物理与佛学都认为 物质只是我们的意识 投射出来的影像 在这里 我们要特别注意 像游新生这句话 并不意味着直指人的外貌 而是指所有事物的表现形式 《金刚经》中提到的 凡所有相结为虚妄 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回到潜意识的层面上 假如我们的潜意识 充满愤怒与焦虑这类特定频率的负面能量波 那么在这样的能量场中 我们自然会吸引到 与之频率相同或相似的现象 这就是内心的元气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现象并非善缘 它们都是消极负面的 与我们能量场的振动频率相匹配 然而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潜意识 注入正向频率的振动能量 最终创造出全新的潜意识振动模式 那么当我们的内在能量场发生改变后 便会逐渐吸引到 与这种新频率相匹配的事物呈现 这是对潜意识的重塑过程 如果你的能量磁场足够强大 那么在吸引同频率能量的同时 你也能够在无形之中 影响和改变 与之存在某种联系的人或事物 这意味着你能够改造那些 相对来说 能量磁场较弱的对象的振动频率 而反过来 你自己也可能会被更强大的能量场所 影响并通化 上述内容便是吸引力法则的一个基础阐释 确实 这一理论相当复杂 难度较大 然而 总体而言 我们的起心动念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世界万物的本质 所有因缘的聚合 实际上都是一种能量振动的匹配 要重塑我们的潜意识 改变命运 首先要提升我们的思考到 有意识的能量维度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利用吸引力法则的基本原理 通过有意识的进行某些特定的思维方式 以转化为能量的思考 从而向我们的潜意识 注入大量以新振动频率为基础的积极能量 这样 我们便能改变内在能量场的振动模式 进而影响我们在三维世界中所展现的现象 换言之 这是从一切表面现象中抽离出来 直接从我们内心的投影员出发 实现对人生轨迹的改变 因为当我们整体的能量场发生变化时 外界会接受到这个新的振动频率信号 新的同频事物会自然而然的与我们相匹配 实际上 在许多修行体系中都运用了这种方法 例如 寺院中的僧侣在时念诸诵念咒语时 正是应用了这种理念 他们每拨动一颗珠子 就默念一句 我很快乐或我很喜悦 并同时发出同样的信念 他们坚信 自己确实能感受到快乐与喜悦 甚至相信自己已经处于这种状态 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 他们的潜意识会被深刻地重新设定 内在能量场域中的振动频率 也会转变为快乐与喜悦 此时 那些低频的负面能量 如怨恨 愤怒 抑郁 嫉妒和烦恼等 几乎不会在他们身上出现 不过 在运用这种方法时 有几个核心要素必须注意 所使用的语言 应简洁 积极 并且需要具象化 同时还要具备心灵层面的感受 然而 许多人并未领会这些要点 只是简单地念出某些词句 缺乏具象化的思维 与内在感受 这样一来 正向积极的能量层面思考 便无法产生 当然也不会有新的能量波动形成 从而眼前的事物 也自然不可能发生改变 举个例子 假如你一直存在熬夜的习惯 尽管下了无数次决心 仍无法改掉这个毛病 你总是控制不住 自己无法放下晚上玩手机的冲动 那么 如何通过吸引力法则 在潜意识层面进行一些练习 从而影响行为轨迹呢 假如你下定决心 要反复告诉自己不要熬夜 这种短句毫无疑问 会导致你再次失败 因为这样的表述并不符合潜意识重塑的核心要素 首先 它的语气是消极的 包含禁止 不要等负面的词汇 这样的表达难以引导我们产生正面思考 进而形成正向能量层面的波动 相反 这些消极的表达会自动引导出负面思考 这种无意识的思维会在无形中创造出 与这些思维相对应的振动频率的负能量波 而这些波又将吸引相似频率的事物和行为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在负能量充斥的原生家庭中成长的孩子 往往最终都会走向某种不理想的生活状态 同样的道理 作为父母 千万不要过于担心孩子的未来 例如担心他们会得病 生意不好 或遭遇意外等 如果你不仅担忧这些事情 还常常对孩子直言不讳 那么你这不是在关心和爱护他们 而是在无形之中给他们下了诅咒 频繁的担忧与言语 会在孩子的潜意识中注入负能量 从而影响其内在的能量状态 这反而会增加你担心的事情 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几率 现在 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关于熬夜的例子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禁止换成我可以 这看似简单的改变 却至关重要 当我说我时 亦是明确知道这是指代我自己 而当我说可以时 内心会意识到 我具备实现这一变化的能力与选择权 因此 随之而来的思考 便是关于完成积极事情后 所体验的种种好处和成就感 这就是我可以所传达的力量 它能够注入更积极 更高频的能量 从而引导和触发相应的积极行为 接下来让我们再深入探讨熬夜这一用词 显然 它并不符合吸引力法则的具象化标准 当你说不要熬夜的时候 脑海中很可能在矛盾地搜索自己对于熬夜标准的所有记忆 因此 确切地说 熬夜究竟是十点 十一点还是十二点才算熬夜呢 这种思维会让你难以在当下瞬间引导出可以转化为能量波动的积极思考 要想更深入 更快速地引导出能量层面的思考 你所用的语言越具象化越好 例如 可以说晚上十一点睡觉 而不是模糊的熬夜 这样以来 晚上十一点的时间便会被特殊化 明确化 同时赋予你的内心感受 当你在潜意识中设定好了这个新的能量振动频率 每当夜晚即将到来 接近十一点时 你便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出与这种能量振动相匹配的行为 也就是放下手机 躺下准备入睡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成功地重塑了潜意识 进而改变了在三维世界中所呈现的轨迹 在对潜意识进行重塑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认识到内在能量的灵活性 这与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情感密切相关 使用积极的语言 可以有效引导潜意识的发展 比如将我不可以改成我可以 这种简单的词汇转变 能够增强我们的自信 促使积极的行为 同时 赋予所说的语言情感上的共鸣 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们对某个愿望或目标产生强烈的情感时 这种情感会增强我们的能量波动 有助于实现潜意识的转变 重塑潜意识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需要时间和坚定的时间 持续的正向暗示和自我觉知是成功的关键 我们需要认知自身的真实情感 并把它们看作是成长的一部分 在实际应用中 工具如日记 冥想和可视化练习都非常有效 通过这些方法 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内心 增强与潜意识的连接 总而言之 吸引力法则不仅仅是心想事成 核心在于能量的共振与匹配 通过觉察内在的信念和情感 我们可以真正利用这一法则改善生活的各个方面 通过学习觉知奇门 您将能够更进一步提升自我 实现身心的和谐与平衡 我们还会教您一些实际的风水应用的方法 帮助您在生活空间中设置积极的能量场 具体方法如下 2024年10月3日 时间9点至11点 方位 西北 修门 有助于婚恋感情 人缘贵人 方法 家中西北方放一杯热开水 接下来 为自己的愿望祈福 约19分钟后 再对着水杯吹一口气 慢慢喝下水 并冥想心中达成的愿望 2024年10月3日 时间17点至19点 方位 北方 开门 有助于工作事业 开拓市场 方法 家中北方放一杯热开水 接下来 为自己的愿望祈福 约17分钟后 再对着水杯吹一口气 慢慢喝下水 并冥想心中达成的愿望 好了 在此 我特别欢迎大家关注并点赞陈林说风水这个频道 转发评论 点燃希望 共同传播正能量 你的一小步 可能为他人点燃一盏明灯 而这样的功德将是无量的 愿你我共同努力 将善念与愿力传递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